大家我是男人饭饭 今天分享一道金鲜鱼的做法 做法很简单 但是非常好吃 非常实用的一道菜 首先把金鲜鱼清洗干净 以后把它改一下花哒 改成菱形花哒 这样子更容易熟 而且也比较好看 现在切些姜片和一些葱白 剩下的葱绿把它切断 调一个酱汁 碗中放入生抽 蚝油 盐 加入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一个料汁就完成了 锅烧干后放入油 然后把鱼放进去煎 苍鱼煎坊一面后放另一面 两面煎香 后放入姜葱爆香一下 再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加上盖子 煮5-6分钟 盖上盖子 煮5-6分钟 盖上盖子 煮5-6分钟 中途要打开盖子 把它翻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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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才能熟得比较均匀 然后加点汁淋一下 盖上盖子 接着煮 最后再浇汁淋一下 放入冲锻 盖上盖子 再煮15秒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金鲜鱼就做好了 真的非常实用的一道菜 金鲜鱼本身就很鲜 不需要太多调料 今天做真的非常好吃 不好吃你来找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